就說了先不要 我的飲料店好像在台南開飯店 這麼厲害 這麼厲害 你說再睡一百年啊 那是滴妹的 而且滴妹是再睡幾小時 五分鐘 啊我的呢 你不是說什麼 再睡三年而已 喔你才三年啊 我呀 歡迎來到今天的馬克信箱 呵呵呵 哇這個應該很少人可以get到這個了 馬克信箱 呵呵呵 我是瑪莉 嗨我是瑪克 好的今天第一封信是來自於嘉義縣的芋頭妹 你摺什麼 不是這個 為什麼有人要用這種折法跟 我要怎麼看啊 一開始就生氣 你好我是芋頭妹 今天第一次寫信給你們 我是超新典友喔 我有多新 我二零二零年五月底聽的 喔超新 因為我是從 iPhone的Podcast發現你們 然後一路聽到YouTube 然後很多的梗我都還沒有聽到啦 你們說什麼手槍網啊 床是鹹鹹的海 那個什麼本本之夜 我都不知道 但沒有關係 我會慢慢 以自己的速度 補齊進度的 請你們要等等我 好的 歡迎大家在Podcast上面 幫我們五星大報社 接下來我想分享 為什麼我叫芋頭妹 我有一個大我快兩歲的哥哥 然後我們從小到大 就會幫對方亂取綽號 芋頭妹就是其中之一 一開始我哥是叫我肥芋頭 我就強烈抗議 我哥勉強說 好啦叫你芋頭妹 那為什麼會寫信 肥芋頭 你在肥韓吉 為什麼想寫信給你們呢 因為我哥 我目前是一名研究生 在外地唸書 偶爾才能回家一趟 趁短午假期回家 吃飽飯 我跟哥哥在河堤步道散步喔 然後不知道聊到什麼 我就開玩笑跟我哥說 給我零用錢 我好窮喔 沒想到那個小時候 吃剩一半可樂果 都要賣我20塊 一杯馬克杯美麗果 我要15塊的哥哥進來說 好啊 給你500啊 天啊 我還說500太多了 100我就心滿意足了 隔幾天我要準備 回學校的時候發現 客廳的桌上留了一張紙條 跟1000元 紙條上面寫 給妹妹子的零用錢 我心裡滿滿的感動 謝謝我有這麼好的哥哥 我真的很愛他 從小六之後 我哥就從愛捉弄我的混蛋哥哥 變成了暖男哥哥 其實我也不知道中間發生了什麼事情 可是我感情都很好喔 希望之後哥哥找我女朋友之後 還是對我一樣好 會寫這封信呢 要提醒自己 我也要對我哥哥更好一點 不可以把他人的付出當作理所當然 你好棒喔 你這個肥芋頭 用信封來存下我第一次 哥哥給我零用錢的感動 再加上懂得你嗎 20元 謝謝你芋頭妹 謝謝芋頭妹 剛剛這封岩碧聲啊 今年大午要畢業了 很徬徨 我聽你們說信太多 櫃子都已經爆了 我想要一年過後才會念到這封信吧 現在聽馬克馬力念信的當下 那時候我在哪呢 是不是還在自己想去的方向上 繼續努力著呢 希望一切都好 好好活著 加油 相信自己 我想就算是你一年後 會不會才會聽到 那個重點可能不是你在哪 而是你還有沒有在我們這個頻道收聽 好 但是因為星期一念的都是新的信 所以剛剛這封信其實非常非常新 它是6月14號才寫的 所以一個月就被念到啦 太快了啦 我都還沒有徬徨完 怎麼就被念到啦 馬克馬力 我是台北的阿竹馬 阿竹馬 他是第一次寫來的阿竹馬 寫信進來是因為想要留住特別的時光 現在的我正在環島 目前第四天來到墾丁 現在準備前往台東 期待路上的風景 哇 要進入最漂亮的一段啦 對了 我覺得很幸運 因為疫情的關係 大甲媽祖遶境延期 也剛好讓我們遇到 打了顆星星說 我想要打在標題上 如果可以的話 什麼啊 打手槍喔 你怎麼打在標題上 這 你有什麼值得打在標題上的嗎 你說環島第四天的阿竹馬這樣子喔 有夢最美 丟個兩萬塊再來再跟我說吧 有夢最美 欸你們好 2020年六月我在蘭嶼 離開工作將近十年的單位 心情其實很沮喪 謝謝朋友們帶我出門散散心 蘭嶼的天空很高 海水很藍 漫步在街上心情都開朗起來 謝謝大家的陪伴 要祝江山CP求婚成功 來自於巴黎的米拉林 還是米拉木木 MariとMaku こんにちは 私はプーティンです 今日本にいます 今日は日本語で がくことをチャレンジ チャレンジ チャレンジしよう 挑戰看看吧 Mariがかわいい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Makuの Maku頭がいいですね 買父も好き Makkuのこと Makkuのこと Makku的事情 Makkuのこと Makura mor一个 Makuka буonymous Makura堂 我說ハンジしよう Makura vale こちらは� reop Including 不聽 何これ 為什麼 用では 他都用ノーはノーは 為什麼是這樣啊 對啊 是文法太弱了嗎 全然分かりません 本当 這邊教主教母日安 設立一張東方白歡的明信片 供教母教主觀賞 東方白歡是什麼 就是這隻鳥啊 噢 好 普廷寄了兩張的明信片 來 以及 這邊有一個 吉伯科 吉伯科 來自於 摩伊吉多 摩伊吉多 最近才成為教徒的卡士爐 我是聽了同事推薦的處女約炮成為教徒的 昨天呢 聽到了18W09 倫家四女生 聽到冰江駕訓班的故事 我就來分享一下 我最近也考駕照 報名駕訓班前 我聽了好多朋友分享駕訓班的故事 我越聽越期待 我馬上找了一間離公司最近的報名 報名的時候因為有自尊心作祟 聽朋友都考手牌車 就覺得 嘿我自己這麼聰明 我一定也要考手牌啊 一切就以簡便為主 就是以實用性為主 就是你不需要為了這些東西做 什麼這東西比較難 我要我要做這個 這讓我想到我之前有看到一篇文章 然後這篇文章呢 他是一個現在在金融業從業的人員 然後他一路呢 他在台灣一路就是念好學校好學校好學校 然後接著他出國也念好學校好學校 然後都是念就是頂尖 頂尖不是什麼Top3喔 我就念No.1 我就要念第一名這樣子 然後可能在美國念完了很強很強 最強的學校以後要去到英國 然後到英國進到一個最好的商學院之後呢 那個老師喔 是現在呢 就是在市面上 然後說市面上很怪 反正就是在業界 教育界 對在業界跟在學界 都是有很卓越聲量的人 因為這個老師呢 就是一個超級超級聰明的聰明人 然後他也是就是一路都是念最頂尖的學校 然後畢業以後呢 就投入了業界 然後在華爾街也賺了很多錢 賺很多錢以後 他突然覺得說 我在幹嘛 就賺錢這件事情好像很無聊 所以他就回到學界 然後希望就是貢獻他的聰明才智 然後培養更多更多的優秀的未來的人才這樣子 所以有很多人都有很多問題 想要去見他一面 因為你只要見到他一面 他就可以瞬間把你的問題解開 天啊這什麼神秘的存在 對對對 然後呢這個寫文章這個人呢 他就說那個時候他也遇到了一個問題 然後這個問題就是他在英國的這一間頂尖的商學院 很多很多的同學都想要去挑戰一個超級超級難的課程 因為就認為說我從小到大就是學霸啊 然後而且我是學霸中的學霸 然後在這個一路的金字塔的過程頂端中 我沒有遭受到任何的挫敗 就是我們知道我們從小學念到國中 國中念到高中 這一關一關都是你在小學第一名到國中 你可能拿不到第一名了 國中第一名到高中可能沒辦法 可是這一些 怎麼安排啊 那他當然你就說說 喔我想要選那個很難很難的課程 然後老師就告訴他說 你為什麼要選那個啊 我可以直接告訴你啊 選那個的喔 之後都沒有在業界 然後在學術上也沒有什麼成就 選那個的就被那堂課程擊敗了 然後說你現在想要選那個是為什麼 你只是想要證明你比別人聰明嗎 你為什麼想要退掉這些基本的課程呢 然後那個老師就跟他分享說 其實你只要把基本的課程就是學金了 就是你這個東西對你的未來才是真正有幫助的 你沒有必要去為了 證明 對無謂的自尊心想要證明說 你看我可以挑戰 我可以通過這門課程 然後去選那個很難的課程 然後讓自己生不如死 那個實用性很低的 那要聽從老師的建議嗎 有的 所以他現在就是在業界要做得很好這樣子 OK好 卡士爐說第一天到了教訓班 一開始要看教訓班影片喔 還沒開始上課就被教練說 啊你怎麼胖坐後面好了 蛤 心想媽的還沒開始上課就被攻擊 算了不跟你計較默默往後坐 看完影片呢進到教練車 開始我的駕車體驗 很害怕會撞到東西 我就一直踩煞車踩煞車踩 第一次開車根本不知道怎麼抓那個力道 前面好多次煞車我就踩得很重 沒有想到教練他突然爆氣 狂踩他副駕駛的煞車便說 煞車跟你沒有仇 心裡面偶爾說 幹我也太衰了吧 遇到一個有病的教練 這是我的第一天 接下來的日子果不其然 教練就是放神抽煙聊天 上車以後罵你兩句 然後呢上車以後教練在幹嘛 睡覺 跟女朋友視訊 好爛喔 算了只要開的不好他就會嗆你說 欸不是很厲害 報名手排車 怎麼看這樣 蛤 不是要出國開手排車 你這樣怎麼出國 蛤不是很厲害 蛤爆手排車 各種冷嘲熱諷 當下我真的超想開車撞他 但這一切我都忍下來 想說等我考到駕駕駛以後 我要檢舉他 我就這樣 每天被冷嘲熱諷 上著我的駕訓班 每天回家 就跟我的老公抱怨 我不想 考到之前就該檢舉他換老師了吧 我不想學開車 我真的很想撞死那個教練 最後還是撐到了考試當天 想說我只要撐過今天 就不用再看到那個有毛病的教練 結果最後 教練竟然留了一手 他的道路駕駛 竟然是教的是交錯的 怎麼有辦法交錯的 啊不就好險我有認真聽 考前說明注意事項 我也順利考到了駕駕駛 哇你還是考到你很厲害耶 直到現在我都還是不知道 怎麼檢舉那個教練 但是我又覺得這樣放過他 太便宜他了 馬克馬力有什麼好想法 可以制裁那個教練嗎 就只能檢舉他 然後現在的人就只會說 就在那個駕訓班下面 就寫比如說某某老師 很爛很差很糟糕 就是教學的時候 都在跟女友士 炫滑手機 很不受尊重 勸大家要來的時候 可能要三思 這位老師 還有什麼情緒管理有問題 對對對 那個用字潛詞 我要注意一點 身材歧視我 對啊罵我胖子啊 然後什麼的 最後感謝馬克馬力讓我現在上班 一點都不無聊 跟同事瘋狂討論 笑到不行 所以就附上了一百塊救救窮DJ 謝謝 謝謝 我不知道你中間會剪到多少耶 現在多少 15 那已經沒了 喔我們老闆說今天沒了 掰掰